经过一年的美国联储局加息 全球楼市成交走势逐渐疲弱 甚至乎越来越多的银主板出现 再加上疫情改变了工作模式 很多企业都接受愚工是worth from home 投资房地产收租的收益率减少 市场中的说法 只买楼收租不如去买wisk收息 今集就会和大家分享当中的一些谋误 以防有些观众不知道什么是wisk 基本简单改一下wisk的构成 一种wisk的当中所涉及包括了 房贷、资产打压证券、房地产投资收益 以及一般房地产管理收费的结集 再透过统一包装成为证券上市产品 而其中以相办房贷和商用的房地产投资收益 占比最重的 因为wisk提供一个派息机制 吸引了不少的好息一族和派息基金持有 在一般情况下相比高风险的科技股 wisk比较平为防守性较高的股份 而因为当中所涉及的房地产项目 所以亦容易成为比较喜欢买砖头的投资者 视为其中一种是投资房地产之一的方法 再加上目前wisk普遍来得到4L之上 一些美国和欧洲的wisk更加以7-8L来吸引投资者 所以出现市场有一种说法 至于现在买楼是不及投资wisk更加好 我不否认投资wisk是有属于它的好处 因为即使是再高风险的重取型基金 都同样会有部分资金投放在wisk里收息 不过今集我的用意并不在乎 而在同样以楼市的走势角度下 投资wisk是否比买楼收出更加好呢 我的立场就是其实若果你是体贪楼市 根本wisk也不适合投资的 借着节目初恒我又强调提及wisk的成分 当中每一只wisk的主要价值都跟房地产价格有关 今天的环球房地产价格走势趋向下 银主盘直接浮现 商业租赁的收益减少 和wisk的价值是很难说没有直接影响的 房地产价可以说是长线有收益价值存在 如果是保持着长线不沽出的套现立场 无可否认这种是或者被放在银行做定存 是有更高的回报机会 第二另一样今天要考虑的投资角度 就是防财防赚的问题 不是说买了wisk就能够避过金融危机和股市下跌 就等于公用股在投资市场的下跌初期 防守性的股份一般会被视为资金的追恐对象 但当高风险的资产下跌 越来越多是因为透过杠杆买入的基金套现 防守性较高的股份也会随后跟随下跌 wisk也不例外 再加上wisk本身是一个含有杠杆成份的组合 我所指的杠杆是不同于今天所谓的倍数ETF 而是指wisk成份里面的杠杆资产 例如防财和房地产的债券证券化 这些都不是实物的房地产 而是单纯一份的纸上合约 一旦债务人没有办法支付利息费用和常还债务 而出现债务违约 会直接影响着wisk的价值和资产价值 除了一般大众投资wisk的概念 在基金选择wisk的时候 也会考虑一点就是与市场的息率的对比 在我今天拍这条片的时候 今天的联邦基总利率为5.25厘 一般基金的基总费用是2-2.5厘 即是7.25-7.5厘 除了中国特色的全球平均通质率为7厘 也就是基金收益率最少达到7%以上 才叫做打和 不计价价格的升跌 而今天环球wisk的平均派息率是6% 更逢于是联总利率的回报商量 从风险回报角度 未来半年至1年投资wisk 对专业性的基础投资者来说是并不吸引 甚至乎倒不如说放在定着有什么都不特别去做 这种做法是更加有巨竞争力 在无机构性投资者主动去流入资金 wisk可以说在这个息率下降前是没有一个投资需求 wisk的价格走势的敏感度是不及一般的股票风险支撑快 因为大多数的流入和流出的资金 大多都是以一些长线人的基金为主 所以在没有明显出现联储公有一个降息行动前 实体房地产的市场和wisk都不容易有一个确立主要看好的机会 反而若果你目前是持有物业 倒不如你应该要考虑一下是否已经常还清了这个按揭贷款 不要想抱着一种心态 就是认为外围环境有问题 今天自己的地方是不一定有影响的 情况就等于97年金融风暴 香港本身不是一个问题风眼 一样受到着外围因素影响而有个股灾 流市重创 08年的雷曼事件根本不应该跟香港有关 但又有不少人是因为迷债而变成负资产 除非客座没了香港这个地方 否则有哪一次的危机发生 香港的资产压格是不会受影响呢 而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是货币和汇市的杠杆 我是Lokin,加油! NESVELS OLE USCAST XL esp